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個...我們打開 一百九十七顆 審判的一百八十八顆 昂暗,對這個...如來說法一上一味 所謂解脱上、理上、別上 究竟置有一切種地 既有中性文字來法 所謂解脱上、如刷修行 所謂解脱不足各地 所謂解脱,為有如來 提出中性、中性體性 念好思、思好思、修好思 溫和念、溫和思、溫和修 溫和法念、溫和法書、溫和修 溫和法修、溫和法、律和法 中性、主有中中之地 為有如來如式見子 念了無來如鼻飛木叢林 主有策定、如不足地上中下性 這片叫做藥仲乳 藥仲乳就是藥如是藥仲乳 在藥仲乳之間的麥木叢林 藥仲乳有的是上丘、下丘 此鈕有上斤、中斤和下斤 藥仲乳三章 就是藥乳在藥仲乳 在藥仲乳中、原則是藥仲乳 但是以前有說到台務,台務就是親像台法 親像負責的這個台法 這個負責的台法都親像台務 這個台法屬上的眾生 眾生順利國的界 可以接受多少算多少 親像大尊佛 鋼入這個台地,這個二木三掃的中間有的金比較窮 它就收收的這個負責比較重,比較多 那如果親像那個草,因為它金很普遷 所以它收收的這個水量,它就比較少這樣 現在這個就是台務如台法 二木三掃就像一個鼻入五星的中心這樣 那麼今天要說的,就是如來策法 它的重點只有一上一味這樣 那麼這個重點是一上一味 這個我們這句話 這個重點是一上一味 這個我們現在先了解一下 這是一上一味 這個我們現在先了解一下 這是一上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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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信體 中心的心體是絕對 絕對,所以叫做arrive上 所以叫做無二上這樣 因為他們是第二章 是對台障 二上對台障就是世間的大家系及在一種 這個這個之中 對台障就是說有喉有賠 有官、有 County,有 Stone、有 county 這個叫做嗅幹障 有南、有路 這樣這個叫做色感傷。 但是,絕對的心理無意傷。 因為它是虛空傷。 虛空無兩種傷。 現在注意叫好,這個心體是一個字這樣。 那麼這個,再來說,無差別傷。 因為色感的這些東西都有差別。 有關鍵、有等待、有好敗、有錯、有悠。 所以色感傷有差別傷。 那麼這個是一象就沒有心體。 一象就像是心體無意傷、無差別傷。 那麼這個大生起信倫, 就像這個一象將成為一真法改這樣。 這個一真法改啦,第一義體啦,第一空體啦。 這些都說這樣。 一真法改,就是說絕對。 因為這個法改,差別傷。 有哪一千法改。 不過一真法改就沒有差別傷。 所以這個,是大生起信倫,把它稱好。 所以初上,就是一上這個一上, 長本以來,就是做無數以來。 這個無數就說,不知道當時就對了。 不知道當時,這個不知道當時的不知道。 這個大跡經有兩句話說, 先天地是不建議事, 佛天地是不建議事。 這是我主講的。 說這個大道, 偏步、非空、發改的這個大道。 齁。 大生天地有,但是不知道多久。 但是天地如果要進去之後,這個東西還要進去。 所以叫做目的期中,目的期是這樣。 那麼這句話,就說長本以來, 他離開希望。 因為希望上,是世間的假上。 世間的假上是因為炎氣的。 所以有行諸法空,行行以別。 所以在虛假上當中有變化上。 不過這個,一上,無虛妄上。 理言索上,不是用嘴講講的出來。 因為世間的這個民相, 用這個名相, 言索上就是他們要來識別。 所以你不敢立一個名相,不可以接。 譬如說,我們家人的人, 我們家人的人, 要分成阿公阿嬤, 跟老婆老母, 跟老生女兒子, 這都叫做什麼? 叫做原刷上。 因為阿公阿嬤是一定比較老嘛。 對不對? 老婆老母,就是因為他有老生女兒子, 叫做老婆老母嘛。 你知道嗎? 這個叫做原刷上。 這個人的東西要做用什麼? 這個就是烘爐。 這個是鍋子。 這個是圍。 這樣就是他的用度不一樣。 這個叫做原刷上。 譬如說這個, 世間的這個宿佛, 絕對要把自己一個名名出來。 這個名就代表說什麼? 譬如說, 鐵仔就是怎樣用? 我說就怎樣用? 我怎樣用?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原刷上。 把黃魚說出來。 但是原刷上有變形。 變形譬如說, 小姐還沒嫁, 叫做小姐。 那嫁叫做太太。 那個叫做變形。 那如果生一個小孩叫媽媽。 那如果孩子再生女兒叫媽媽, 叫做阿媽。 那個叫變形。 在裡面的變形。 這個叫原刷上。 這個離原刷上。 所以這句一斤法改 這是不得意說的 沒有辦法當作一斤法改 但是用這個名上 因為這個一斤法改的空上 這個一上絕對是絕對上這樣 沒有對待 因為這個一就是沒有對待 如果字就有對待了 但是真就是沒有希望的意思 如果是假就希望 如果真就沒有希望 我們知道齁 那麼這個叫做理 本來是理名二上 當名字不會說出來 但是名字不會說出來 不得意不說 我們又不了解 所以名字點下去 我們不對 這個詞詞是這樣 點下去 叫做台德 叫做父性 叫做空性 如果叫做情侶 這是不得意沒有立一個名字 我們眾生要學 沒有辦法立一個店堂 不得意沒有立一個名字 但是我們用這幾種名字 我們就能知道 這個問題就要記什麼 了解齁 這個就是要記那個 時空不變的定律 這個復生、發生、如來中 這個就是時空不變的定律 這個是不得意的 不應該是不能立一個名字 所以這人老主也說台德無名 台德是無名 但是台德無名 你還要立一個台德 我們知道齁 這是不得意的 了解齁 這個是不得意 不可以立一個名字 所以這個理名字 我們是理一切主法上 用什麼樣子 射我們的法上 來講就不會對 絕對不會對 說不會對 絕對不是射我們的某一個東西 來講 叫做那個疫情法改 不是這樣 齁 所以這個三種來這裡有兩句話 言、義、道、斷、心、行、處、別 齁 這三種有說這兩句話 這樣 言、義、道、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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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這個疫情法改的原理 沒有疫情法改的這個道 你用安裝人家講就不會對 你如果用人家講就不會對 你如果用人家講就定做什麼 這樣含這個情理的燈 就對說不定 但是我們不是心想的 心想那個點 叫做心形處 你心想我到底這個宇宙 這個疫情法改是差不多像這樣 可以參語 但是在思維中 絕對不是你想的那個就這樣 這樣聽到嗎 可以參語 但是參語 就是要開語 正的這個叫牛牛 但是你要參語 那個不是 齁 你看看我講過 有的參語 吃飯也去想 對嗎 想到這個是魚粉台書的事情 魚粉台書 吃飯也去想 丟他 釋不滴旗味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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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不滴旗味現在他吃的 如果吃的就參語 我去講法案 他就 無心吃飯了 不過心形在哪裡 會用一個參語 那 府中間一個話 都要落下 聽一下 準備要領會出來 這樣 我們知道齁 你如果看一些 七月六 有啦 團 團 團 頂路 五頂匯 這個參語 公安 都要下 你都會看到這樣 齁 所以那個 那個 心肌行為點 基礎的心肌行為點 跟這個 跟這個 道 怎麼不合 所以不是用心肌這樣 齁 要注意齁 所以這個叫做什麼呢 是絕對像 高明的 絕對像 絕對像 沒有 不在意想啦 沒有看 其他 這個奇奇怪怪的 民生啦 心情啦 沒有這些東西 這個叫做什麼呢 是絕對像 就是說 不變像 絕對應 И 安全 足夠 以來 跟進 它都說 但是主上是行主悔空,行行亦變 所以主上能變 所以這是絕對上,所以叫做一上這樣 但是什麼叫做一味? 現在來,一上一味 一味就是如來之告犯,像是甘味 甘味是復經來這個比辱最後的題目 我們看見這個面相 但是,復經來這個講的那個,最好的味就是題目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復法裡面,也就是如來之告犯如甘味 但是告犯為一無二的為一代性 所以叫做一味這樣 那麼代性為一味 那麼其他八萬世情法,叫做佐德 所以這本法法經叫做一上一味這樣 法法經完全叫做千一上一味這樣 現在這個下面這段有一個水面這個事情 這個順先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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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點是真重的事情 那麼來,那一上一味 現在來的那邊 那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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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那個憲法說所有改託沒有改託 那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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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怎麼可以說? 一生本身就是二生世,因為生世有生,但是解脫生不生 我感到聽到嗎? 世間法有生有別,有生生有別,人有生老病死 那個叫生世上,有生諸悔空 但是絕對的心理絕對沒有生別 所以絕對的心理叫做解脫生 因為它是那盤,不生不變 那麼再來,離生 離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離希望相,離見所相,離明義相,離一切主法相 這個一生就是這樣 這樣看有吧? 那麼再來 再來是結別相 結別相是本來立反結別 那個一生就是本來立反結別 那麼復原,他說的這個 比較公告特告 這個一生一味比較公告特告 究竟只一切正地 究竟比較特告一切正地 因為這個一切正地 就是什麼呢? 叫做孝敵地 那如果一切正地叫做根本地 這個應該有印象得對 那麼這個一切正地另外一個名稱叫做仙分別地 仙分別地 這個就是什麼呢?如來最高究竟 這個叫做什麼?一切正地 這樣 那麼這個一味 現在再重新說一下 一味 佛道說的這個大性一味 這個就是要讓我們解答相,離相,不相 因為這個是大性相 大性法人 能夠作為一切正地 所以不可以說 讓你做得到究竟一切正地 那麼如果是宿題一切正地 那麼如果是宿題一切正地 那這就不可以做得到究竟一切正地 那這就不可以做到究竟一切正地 因為大性宿題 跟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仿生宿題和十二切正地 那就是只有 一切正地 但是這個大性是能夠做到一切正地 所以這個大乘叫做一味嘛 一味可以讓我們特教一切種地 這樣就不一樣 那若元氣啦,或是種樹鐵啦 這個為友特教一切地 這樣而已,一切地就空性地 這個就不一樣了,主意這點 那麼了,下面基友眾生問如來返 欲齊、欲傷、如沙修興 所得公得、佛祖各地這樣 現在這句話是說,所有的眾生 因為這個頭前有牽連著 牽連著說,大屋 大層、落落後有二木三廚 那這個就說,佛道所說的這個法 因為有五星眾生接受這樣 五星眾生就是人天生 這個是比較千佛的人 這個眾生 那麼二生叫做中生 大生叫做大手 這樣就比不一樣了 所以真的在說眾生 如果聽到如來驚高 那願意齊就齊秀 還是下去託雙 看是要下去雙 還是要下去託 還在祺 祺就是什麼 那個叫祺秀的意思 祺秀就是什麼 祝惡不生 祝惡 這個叫祺惡不生 祺仙不息 這樣 會記得哪 這個祺的意思是什麼 祺惡不生 那種楔祝 這個祺的意思 那種楔祺的意思 就是有這句意思 祺惡不生 那祺仙不息 這樣 那但是要可以每個祺 他們的金光 金光 想說 祝祺 徒兄 為人 援旋 所以這個祺的意思是說這樣 現在再來 如果可以按照如來警告佛陀所說的下去修行, 注意因為有五行法。 你今天接受多少? 譬如說你今天先接受這個五行,你就修五行了。 這樣了解嗎? 你如果是接受這個十千塊,你就修十千塊。 那麼你如果是接受素姓體,你就修素姓體。 接受就是十二千區法,三十七多片。 你就照十二千區法的三十七多片,就去修修這樣。 這個叫做如說修行。 今天你如果是已經通代性的不共犯, 那麼你就通代性不共犯, 主理理他,主導導他這樣。 這樣這個叫做修修,也叫做如說修行。 但是修行包括在哪裡呢? 包括求法改的修行。 求法改的修行就是對三億多三千多。 這樣這個叫做六翻。 還在去就是這個三文。 現在來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佩思。 現在來就是這個佩薩摩歐殺這樣。 那麼到摩歐殺以下都叫做修行。 但是你到底中生,因為如說修行, 他所謂的公特應該是自己不太知道。 譬如說你今天什麼境界? 你本身不一定知道。 這個叫做這樣。 你本身修,到底你是修到什麼? 這個叫做公特不足各地。 但是公特不足各地,這是負責看我們中生, 有夢幻真心。 到底我們這個業績多多? 我們本身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自己形容。 你本身有國中的心思、動念、夢想。 你就知道你問題還有很多。 你要了解這個。 問題還有很多,還有很多夢想、嚇死。 你今天在政法沒要信, 你信天天要去信消防法。 這樣你本身就問題多多多。 你問題就很多。 要注意這點。 譬如說你今天如來證告你不收, 你天天要來信多多。 但是如來證告裡面多多,你又要信下去。 你又不能分手說今天事前是經, 他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你自己沒有理解,可以分辨。 所以你現在一定要做文。 如果做文你就顯分辨了。 但是做文的中間,你也要注意你到底問什麼法。 還是什麼法書說的法。 你今天如果沒有去做文,沒有去認同, 當時你今天人家說對,你也對, 人家說不對,你也對。 這個就是重生無視無明的悲哀。 這點,你要注意這點。 如果是無視無明, 當時人家說什麼,你就每項收, 每項接收就對了, 都把它放進去。 當時求求你來, 都放進去一些什麼東西。 那些無心理的東西。 無心理的法。 這樣當然你害到自己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看你類生來的因緣, 你和那個工大性法的法書, 你到底在緣親還是緣親。 不過你可以背用。 所以反乎是無分別的, 剛才問題在這裡。 所以反乎非常疲愛。 這點就是修飾的事情。 但是在裡面, 它是佛道說, 不足理、嘴、特殊、乳、三、修行。 所以說不足各地。 有些人就沒有這個東西, 自己人家說它真是對, 有些人這個東西已經入花了, 入到了, 但是它也很欠比, 這樣就不一樣。 瞭解齁,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為什麼 所以叫做為什麼 為什麼他不知道 他說為有如來 抵觸中心 中最貼性 他說中心自己不知道 但是為有佛德哉 佛德哉這個中心的這個別精性 別精的性 這個別種就是說 夠人 他這裡的東西 到底是什麼 他現在他對現的上就是什麼 所以 有佛德哉的中心 對現的上就是 合佛和作業 合佛上 跟那個貪心師的作業上 所以有貪心師的人 他變現在人間 差不多為貪作業 為親作業 為有死無病作業 這個叫做中心 了解嗎 如果是已經認別人各的人 他就要真小心 不敢不得 那個不敢不得 他表現出來 就比較 和那個貪心師的上 就沒想 那如果是那種人天法 他剛才就別精性 那如果是二性性者 他修起來 獨身基心的上 他就是那種正的嘛 那就是那個上 那如果大性不公法的這個 又拼正 現在他表現出來的上 就是自理理他自導他 一定是順這個下去 那個叫做個別的貪性 個別上 跟個別性 跟個別性 現在會面這段 好啊 中心到底 念何事呢 好 啊 思何事 思何事 到底 今天這個中心 他現在這個地方 還會有分辨 到底想念什麼 去念什麼 你們平常去念什麼 我去念什麼 我去念什麼 因為這個念字 有很多差別 你們現在注意一下 你去想念什麼 好 啊 你今天這個 思什麼 因為這個思考 你去思考 啊 這個念呢 我們五方有誰 啊 你去思考什麼 夢想一張 你到底去思考什麼 我去思考什麼 所以自己也要有一個很涼 我到底你本身在想什麼 啊 你去思考什麼 啊 你念念不念 不忘記念什麼 反乎念什麼 反乎 一些雜念 對不對 不是 十念 還沒有一個定件 都總是十念 所以我們現在五方有些念 的本意在那裡 來 來 看你念什麼 這個念 先告訴你 一下 因為這個念 哦 念的理 和他的意義 很公開 念分也是念 對嗎 數位也是 亦齊也是 所以這個念 非常公開 要注意 我現在分別四方出來就好了 大家叫好 第一 因為念有真 有夢想的 有真 有心 有嚇的 這樣 所以我們人的心 我告訴你 那個叫什麼 五有心就變 我們跟大家知道 我沒有學會 不可以 但是 等一會兒 他還在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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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我跟你說 我就會 我也會 對不對 不過 其他 是比較少 你知道嗎 因為我全心地 放在學法裡 那種全心地 放在學法 譬如說 我要當心地 我要用的清澈 讓他有條有理 這樣 如果沒有條 我來到這裡 有什麼 今天心很亂 我告訴你 今天心很亂 今天屬性心很亂 所以蠻急的 不過我 有哪兒 定得來 不然大家 問清楚 因為環境 我們這個環境 很多變化 大環境 很多變化 應該大家知道嗎 大環境 很多變化 影響到你個人的家庭 這屬性的事情 那麼你就沒有心學父 所以不是會這樣 那是怎麼沒有心學父 因為你讓這個 大環境 跟這個 社會家庭的 各種問題 都不開 所以我們人的心念多變 應該要注意一點 但是心念多變 對我們個人的社會 事實說 一臺上海 我沒有騙你 真的上海 因為心靈 就是有念 但是念中 有性念 有色念 有夢念 這會想念 這屬性靈 這屬性靈 有夢念 有真的念 這念 真性靈 有情 有色 所以這個 反乎 一斤 跟一斤 是想念 那叫做夢念 已經有心靈 你今天有十六圈 是 想念 想念 叫做什麼 叫做夢念 目鞘 看到這個 就想到這個 它就要想到這個 反恐 enquanto聽到這個 它就變成這個 怎麼講 心也沒理會 對就對了,他常常就好事了 讓鏡這樣想一下,就這樣 這樣扁扁扁,吃東西也想 看到東西也想,聽到音聲也想 所以不敢說六丸一湯 沒有,一丸六湯 一隻心狗,六個口 六個口就像逆筆扁心裡 現在心狗在裡面,一丸五湯 現在心狗的第六意識就多分別 多分別就像這個,那個叫做夢想 叫做夢念 這是多數反乎是這樣 那麼,會記得啊 這個叫做,想念真,真如主性 這個,這個改成真 這個改成真 比如說你今天已經去學法了 你自己會去思維 思維什麼? 所以,屬於這個佛法來的 會經歷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有聽見聞法 我們不時有把主意提起 這個叫做減徒修的 就是一切法 這個金噴法就是空力這樣 這裡你看到這個法性 這個法語上有一些這個訊息 這類的東西 你開始去參謀 開始參謀 金噴主性 那些叫做真念 這樣 那你今天喔 你今天喔 再一個點喔 你如果說今天這個經我沒看不可以 因為我一定要改團 我一定要像這個經常的了解 通過來開五湯本性 這樣你這個念都放在那裡 太有念都放在那裡 這樣這個叫做真念 這樣 好 因為金噴學法的人 做金噴 就是一定要開五湯 開五湯那個無性法嘛 那個無性法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叫做真如主性嘛 那個叫做真反 也叫做不便的立法 本體了 那你現在你會去貼回 那你會去貼回 那個叫做什麼 叫做真念 真正一個太念 所以這句話也叫做念本 想念我的主性 這樣 這句話我怎麼可以這樣講 那麼來第三 正念 正念叫做無勞之念 不足不足 應無所足 那個叫做正念 但是這句正念和真念 應該是累死 差不多 中間有一個正念的人 絕對沒有偏差 那如果有偏差的人絕對沒有正念 應該大家知道嘛 正和偏是相對法嘛 相對法的正和偏是相對法 來今天這個 我學法 我已經在學法 我應該受無威之道 無勞之道 這樣 那個無勞之道就是 應無所足 二生既生 無所足 無所長 因為要解決的人 就是應該在這個無所足 那個才是真正正的無勞 那如果是優所足 那是正念有說過 學法的人 你如果自在優勞 這個叫做仕見 那會記著 會記著 會記著一個賣 你自己說 正在一半而已 好 那如果反覆的狭見 就不行一個嘛 對嗎 那就是這樣 那現在 他現在 可以說這個無勞 可以說這個無勞 就是 真正正正出世之法 這樣 那你如果自在個人的 敵無心 這樣這個叫做優勞 這正會跟我說過而已 那你如果今天 應無所足 二生既生 應無所足 應無所足 二世間 這樣這就無勞 齁 這點是比較重要 這個叫做什麼 離自勞 為一正念 那你絕對不能說 我要提什麼 這不可以這樣出來 我就跟你們說過 哪像說佛薩要離 那滾生 也不是為到什麼 比較為到什麼 是為到 性高衰 為到重生苦 這樣而已嘛 現在我們就想辦法 來度重生 我就跟你們說過 你們就去度重生 看你們要度不度 就留在你們了 那我今天就說 重生苦 我現在重生是怎麼苦 從重生作業 他來想到 生死輪迴 生苦 生老病死苦 萬情苦苦 救不敵苦 五雲生苦 還有台北 國中的天災人口 還有三億多 地獄人 現在 大乘菩薩 看到重生 造業 對勞 受苦 現在他就是現代主比心 為我們而已 叫做 精神有義無格 完成 怎麼第二點 看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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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的 進入 進的 進大乘 了 正教的正法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如果沒有遇到什麼? 這樣比較多,這樣叫做無老 那麼什麼叫做誠念? 這是含情在工作的一小段 譬如說有不善人 有著不善人,無不善法 起不善的想念 這個叫做誠念 那個是無因果的,無因氣的 非奉無性人的那個 那種人,叫做誠念 那個叫做不善的人 那聽到不善的威 那你本身並沒有一個衡量 看這種人到底對不對 這種人,他的作法 有的人無天無利 無別無無 對別無,像窮盾,萬貪,有的無人 對天地,萬貪猶人 做人是反映素子 他又跟你說話,你又聽 這樣你本身就是會被善念 那個人叫做不善人 你聽他說話 你就跟他信信 他說到一批基督,你讓你聽 你跟他信信 這樣你就像出一種真無證上的生理 這樣一批無證上的生理 那個無證上的生理 叫做善念 這個善念 這個善念 你到底這批佛就說你要善什麼 我請問你 你要做這點嗎 今天學復的人應該善什麼 我請問你 當然,這裡跟我們提出的是兩點 這個叫無老幾點 這是一個點 第二點就是這個 這個想善真如主性 你只看見經,要善悟 那些經過書尉的念 放在善悟 發生人 發生虛仁大師連吃飯 就在想 以前的事情也沒有這樣 客人,讓他扶 他那個書尉 就叫善悟的頭 譬如說善悟裡面有一個 婦廟未生情的本來面膜是什麼 那就開始想了 什麼是祖書生來意 就開始想 什麼是祖書生來意 什麼是婦廟未生情的本來面膜 這樣就這樣想 這樣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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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我們大天這樣生 老婆老婆還沒生 我之前本來面膜到底什麼 但是當然要有基礎 要有復活的基礎 如果沒有復活的基礎 他應該是寒然符合的 他這樣想 想 弄到頭 擺盪 在那裡膜 有時候這個祖書 要把這個地主 給他印一些話 給他輸位 然後他輸位 然後他輸位之後 真心的輸位 還要膜起來 那個 我撩盤無聲盤 那個就這樣叫善悟頭 但是 今天我要跟主委說一下 經典看我入心 這樣你突然絕對有真正的念出來 經典看我入心 因為你經典看我入心 你就沒有夢念了 這屬實的事情 你心就踢到三枚 齁 你經典看我入心 你絕對踢到三枚 三枚叫做定 你知道嗎 你看到旁邊 跟你說什麼 你都不注意聽 看到旁邊 到底有什麼人來 你都不記得給他注意 差點把你倒閉 你就不知道 我們知道齁 那個錠就正常了 人家在打門 人家在刺電靈 還刺十聲 你就不覺得 我告訴你 那些人大小的龍 在刺開 你是不記得 有了 我在這裡 我給你電靈刺十聲 他說沒有了 我就不去想什麼 我只要主委去看鏡 所以你把我刺一百聲 我也不知道 那樣的你的定力 這樣來 要開肥很急 很近 你如果看 如果想冰箱 如果想冰箱 如果看 如果想菜圖 我給你用事情就大條了 你了解嗎 正常看 就想冰箱 塞 想天 想地 想到無塞 我給你 夢想想在地 你拼圖裡面 絕對看不下去 你了解 所以現在裡面 負責說 念好書 念好書 我現在來跟主委說一下 有些人 這些人 很多這個美食 這個美食 要穩定下來 佛道 有跟我們說數量儲 這個美食 再給你學習一下 這個數量儲很困難 這是要斷煩惱的主要佛法 不過這個念的範圍很快 真快 很快 這三個四個範圍 這三個四個範圍 有幾個月 請你來吧 請多點 並且 好的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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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四方,對我們學科的人在37多片裡面, 你要有一個很慶慨的數量處理就要接受。 要接受,要訓練起來。 第一,叫做信念處。 信念處,你一定要了解這個生活本來不正的。 這個生活,我的生活不正,你去添亂那個對象有不正? 你去添亂那個對象,你結婚那個對象有不正。 第一,他的生活有不正,第二,他的心有不正。 因為夢被心不正。 你要注意這點。 夢被的心是度變化不正, 因為那個夾色情緒的普遍,那個有不正。 他的心不正。 所以,譬如說,如果如果有夢被人騎,一點燒不燦,你就要了解。 他的裡面有念心,問題是什麼。 這個有念心,所以他的夢、會怕、會恥、會氣騙、會騙你、會外遇, 通常會搬走 我們了解嗎? 那就是不正 他這個生活是真的不正的 所以我們貪亂的對方 絕對不正 你的生活怎麼不正 生活是由百貨的兩種東西 混合起來 跟我們人不正的夾食 這樣三位他拿出來 還在這個台來裡面 陽水的那些蠟燒東西 我告訴你就聽到了 路長都知道 還在生活環境 今天我們五十億 生活環境真的不正 我告訴你就聽到了 我們這個生活所討出來的東西 問更討出來 或是不正常 皮曬、蜜曬、蜜曬、蜜曬、大小便 全部都不正 我告訴你就聽到了 或是要理解這個生活 是由極佈所限的 極佈所限的 極佈所限的一個補替 都不正 那麼第二 修念處 今天是世間國中的修 修就說我今天 生我的國中 譬如說我今天 無論是順修 順修後面有空 順修後面就空修了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有一個修夾 或是說一個什麼 無一種 比較順修 這個叫順修 不過你還要了解 福吃好修意 福在後面有好 所以當你順修的中間 絕對不能由頭拔那些 因為後面 你學生後面就空修了 你還要注意這點 你以為想說 現時 世界上的經濟 都陷入 我們台灣的大企業 大家 有那個不動散 沒有現金能夠流通 你看大家 換得很痛苦 我說這樣你就聽到了 是不是呢 一項事情要爭取 爭取得很痛苦 但是爭取得很痛苦 你跟我去競選 我們來看一看 你知道嗎 不高 如果是陸酸 也很痛苦 所以 修 這個叫做 修念 處 關修四課 人家說 在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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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裏 那裏 還有一個好 馬可蘇 給我 那裏 那裏 店長各行 都 大家都 三分 到那裏 那裏 到那裏 都把這個 拆車去 韓國 和 那裏 整個 不行 那裏 什麼人 全都 他們幾 Everybody 都收 他們都見面 他們都賺錢 那裏 要知道 你想洗甘 想都是看的 第三個就是心念主 因為我們人的心不像 多變 有時候 孫元來你就會開心 極元來你就會痛苦 所以多變 你要注意這點 所以你自己想看看 客戶的人 如果抓心抓不住 想不幸 注意我沒有騙你 因為我們在洗甘 十項有八九項 不能學我們的意思 你要接受 你要接受 所以我們人的心 絕對不會說因為好 你就變這樣 再加壞一點就變這樣 那個叫做心無雙心 多變法無雙 注意注意記 第三就是發念就說 洗甘的一切法 你不能控制 要了解 絕對不是你想這樣 譬如說你今天要 先生要控制太太 我說你不用想 太太要控制先生 你不用想 你要控制小孩不用想 叫小孩就聽你的話 我跟你說你不用想 但是我告訴你 你不能控制 人的妙子 如果去找婆婆 你要講 這樣了解嗎 這個叫做法念就 叫做官法無謀 一切法 你不能控制這個叫做無謀 你絕對不會受到處 你小孩 我告訴你一句實在的 你小孩是老婆老母的 大孩 大孩 母的 對不對 我便 但是不一定大家這樣 有的很友好 我們說真的 萬事這也強烈 萬親接觸就不好 你的孩子 萬親接觸就不好 孩子 萬親接觸就不好 孩子 你如果欠孩子 孩子就不好 我們知道嗎 孩子如果欠你 孩子對你就好 但是 媳婦如果沒有欠你呢 不好啊 媳婦如果有欠你就好 他們的小孩就贏過這樣就對了 所以 一切反 絕對 叫做無謀 你不能主宰 所以 媳婦如果要變成 我們在做老大嫁官的人 要穩定下來 用性理解說明 現實的因果 絕對不要去反就不好 這樣 改革出來 你不是說自己就好啊 帶著這個潘媳婦 現在還沒要保備 還沒要保備 還沒要保備了嗎 聽不懂 要怎麼保備呢 因為有前因效果啊 世間法本來就這樣 所以 大家要聽好 心理就清涼了 我們像佛法 水落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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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如果有敵法 絕對清涼 你如果沒有敵法就困惱 這是實在的事情 這個月頭長了 說到這麼多了 月頭長了 要注意喔 人家說孩子要變相 你就要懊惱嗎? 不行了 孩子會變相 媳婦會變相 兄弟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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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因為它控制不住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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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信念一定要很注意的注意 你聽好嗎? 好 明天準了 好